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热闹的街头 马上就要高考了 所以我们的街头要采访一些 正在考场内交集等来的考生的家长 以及在考场内非常认真准备的考生们 Let's go 这位考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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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初次见面没想到你这么开心 那个 我来吧 好 这不街头采访吗 我熟悉的老朋友 还经常接受采访 明天就要高考了 请问您心情怎么样 心情非常的不安 怎么个不安班呢 唉 就是我平时考的就不怎么样 经常就是不太稳定 在年级前级之间徘徊 不是很稳定啊 这次高考呢 我人生最重大的一次考试 我一马平穿 就要考的他一个马到场 唉呀 真是一个有文化的考生啊 过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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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考生你好 哈喽大叔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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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叔 大叔 大叔 哈喽大叔 大叔 哈喽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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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同学 你好 这位同学 你好 你看我们是电视台的 我们是太闹闹TV的 你好 电视台呀 你第十个来采访我的吗 前面已经有这么多人都采访过你了 对呀 那我们作为 那第十个出自见面 请问您怎么称呼 我叫 你是真的真的很不错 好的 你是真的真的很不错的同学 我们有点的那几个问题想说 现在心情怎么样呢 哎呀 刚刚背书差点打起精神的被你讲了 反正这要不错 是 对 什么 心情吗 是 心情 待会儿就要考试了 觉得自己 是 很紧张 你又说 看什么 杰伟先生 你好 你好 我们是一档街头采访华面 出自见面 请问怎么称呼 我叫 送你送到 考场外 好的 送你送到 考场外先生 请问您是 是您的什么人参加高考 我的孙子 过两天他们可能就考完了 你不怕他们 重拳出击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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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现在的心情如何 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的心情 很迷茫 这个家长你好 Hello 请问你怎么称呼 啊 我说前面您怎么称呼 那是什么 what is your name 啊 啊 啊 我名字叫 我名字叫 香 气 好多没想起 看来你也是在等 焦急的在等待刚好的 对对对对 我今天是在等我的那个 有 儿子 跟 兄弟儿子 跟 姐妹的儿子 对 问题就来了 哪位是您姐妹的儿子呢 哪位啊 说出来 怕他觉得不好意思 咱就不说了 哪位是您的儿子呢 我的儿子 这不是在录电视节目吗 我怕我儿子说出去抱出去了 不好 算了算了 本身老头儿 也不好使是吧 你非得这样 接不住接不住 感觉您这非常的焦急 还在压腿 哎 对呀 我怕我以后老了 居脚不方便 这么多步了 伸展运动 预备 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老了以后不方便参加高考 是 那此时此刻的心情怎么样了 特别平和呀 我儿子模拟考是 考了720分 所以我剪刀布 张急 焦虑 模拟考什么内容 石头剪刀布吗 考的是 是 定点头栏 满分是750吗 我儿子 720 这位家长您好 您好 第一次见面请问怎么称呼 我叫严肃认真大爹 好的严肃认真大爹先生 你好 请问您是有家人在这里准备高考是吧 确实确实我的儿子要高考 哦 您的儿子要高考 对对对 一共有几位 儿子呢 三个三个 那您还是 就是幸福的家庭 我真的非常的着急 因为平常工作很棒 没时间陪他们 然后他们步行的时候也没有离到他们身边 真的非常非常的羞愧 所以说他们高考的时候我就亲自挨这等他们了 对 那此时的心情除了着急 还有别的不大的心情吗 感觉时间过得都真的过得好快 一眨眼就高考了 你说 这种时候就是小孩子真的长大真的长得很快啊 对吧 你想想你儿子 就是从一岁走回学会走路开始 然后到他看他高考 真的 让人真的 不管门感慨 诶 这位家长你好 请问这位家长怎么称呼 有没有地球人能听懂的语言 我其实叫祝贺你考试成功 要不让我们重新来 他有点高兴 可以请稍微理解一下 对 因为我儿子马上就要考完了 还帮我们赶紧 这人不是在考场里边吗 明天考试 哦 原来是这里 那请问是您的什么人参加高考呢 我其实有三个人要参加高考 有的是我孩子 有的是我邻居的孩子 哎 那个 我其实吧 有两个孩子 一个叫那 雅琪 哎 是我那 外孙儿 还有个叫张震远 是我重孙儿 重孙儿 哎 还有我邻居家 就是那 那老王嘛 哎 王大爷 他 王大爷他那儿呢 有一个儿子 叫小丁 他们三个参加高 狗 狗 小丁 小丁别在意 小丁 他们三个 好好笑 丁 丁 丁大哥 他参加高考 哎 看来您对隔壁家的小朋友来 蛮尊重的嘛 是嘛 都是邻居嘛 大家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那还是得把尊重 尊 哎呀 您看您 哎呀 孙儿 孙儿 丁大爷来了 哈哈 我怎么在闹 然后 尊重了 必须得尊重了 那您现在的心情如何呢 心情十分惨澈啊 太怕我现在活不过今天了呀 因为您会路过邻居家吧 都不是邻居家了 我怕连自己家门都进不去 自己家门都进不去 那还是非常的即将呢 是啊是啊 是啊 这那么不紧张吗 关键也是 孩子们的终身大事 那为了准备高考 有做哪些努力呢 其实 我感觉就是 多看看书 其实就差不多了 我觉得高考没问题 那为了准备高考 您都做了哪些努力呢 每天 我都要吃饭 我当时变书一遍 都把吃饭 当做变书一遍 因为她能给我 每次吃了十碗饭之后 我的模拟考 我想超常发挥一遍 所以说我觉得决定 待会儿再去吃五十碗饭 只是一个烂角 每次想过去 我去家老婆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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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既然喜欢吃饭的话 那喜欢吃哪个牌子的蛋米饭 哪些蝴蝶 蝴蝶 蝴蝶超帅帅 蝴蝶超帅帅 帅哥 因为觉得满满都是爱 我只是随口问了一下 没想到你真的是爱 真的是完全爱吃饭的 是 为了准备高考有做内心努力的 为了缓解紧张 我今天早上吃了 五个鸡蛋 十根油条 还有二十块糖 为了让我有充足的精力 应对考生 刚才有一位考生说 他一天可以吃五十碗饭 你们可能是不是也是同班同学 是是是是 一个食堂的 大家现在的学生都非常的努力 为了努力考试 肚子都很辛苦 学饿了学饿了 该吃该吃 刚才那位一天能干五十碗饭的 另外一位考生 你刚才就是你啊 我们是一个食堂的吧 我记得你 你就是那个打饭的那个 还经常手抖 把我的肉抖掉几块的那个张大爷吧 这个是我们刚才在外面遇到的可能是您的家长 他来送孩子来高考的 你在那坐着干嘛 快复习啊 你是 马上考生了 你在那你是你是你是的 你就是研究生吧 已经考上研究生了 为什么还要参加高考呢 那为了准备高考有做哪些努力呢 跟大家一样啊 看书看书看书写 用墨水 用墨水 用了多少墨水 用了多少墨水 把肚子里的墨水都用掉了 那不是吃了一肚子墨水吗 哦对啊 吃了一肚子墨水 好那一肚子墨水究竟有几墨水 有那么多身吧 那么多身是多少身 24 24是多少 白纸都数啊 白纸都数是多少 好的 大叔你是真傻 有什么想对您的前面说的这个笋子祖父的吗 你好 Hello 宋先生 宋先生 送你 宋先生 送到客战外先生 那您一起为高考学子加个油吧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你是最棒的 接下来请收看 奉米送到考场外先生亲情演出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已经耽搁了我十分钟了 看看我这劳力士 你是不知道 我这样是要把你们发律师函的 请你们不要再限制我的人生自由 请让我随风而去 随他而去 我一会儿还要接我孙子呢 你干什么啊你 把手机给我拿来 删我 他们过两天考完了 您就不担心 他们对您姐妹的儿子 兄弟的儿子 他们的儿子对您重拳出击吗 那毕竟我儿子还是 还得是我儿子 那我儿子肯定跟他们儿子不一样 我儿子还是比他们厉害 所以 我不考虑 我不觉得他们能 对我重拳出击啊 最近我儿子这么厉害嘛 我儿子肯定会保护我的 所以我现在我在断练 我在拉筋 来嘛 这是为了扛纵吗 no 我们从不扛 那 那一个部落 哎 儿子出来了 哎 考得怎么样 考得怎么样啊 我儿子有点 调皮 我儿子有点调皮算了 下次再介绍他 我们只知道里面有三位考试 没想到这外面这位家长也是你们知道的 干什么呢 这里是公共区域 你怎么出来了 考完了吗 我把你绑了 你考完了哈 儿子有点调皮 另外一个家长也有点是挺谎过 什么呀 什么家长什么意思啊 我儿子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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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么想对您的家属 你说的吗 我只求他们 考好一点 我只求他们 考好一点 这是最重要的 温馨的祝福呢 这是最重要的 温馨的祝福呢 刚好加油吧 对吧 考上理想大学 至于到时候上大学之后的费用 别找我要就行 那过两天他们考完了 你不怕他们对你重拳出击吗 他们他们不会出击 到时候 到时候 把这段视频下来就行 我们我们是电视台的 可能不会上 那你把电视台买下 买下 对吧 其实也就想告诉他们 大家就也不要 就是跟考场有太大的压力 就 其实 你们爷爷最希望你们 还有你们祖爷 就是希望你们天天的活得开开心心就好了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还有邻居家的孩子也是 你们肯定都会金榜齐名的 然后呢 我们在外面遇到了 可能是您的父亲 还有您的爷爷 他们都在外面 焦急地等待您的考试成绩 你真的好老的 你 这样子啊 对此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就是我想跟他们说一个 我已经深藏许久的秘密 我呢 不是 地球人 参加高考呢 我只是想 给我母亲 传达一下 我在这边学习了这么多年 一个很好的成果 所以呢 外面那些爸爸 跟爷爷 是 他一点自强地看着他 那既然您是一个外星人 这个消息完全的 不出我们的意外啊 毕竟我们都知道您还是快地生成 然后 你不对劲 你是怎么知道 你看这个我们 您在地球上还是比较给名的 对不对 我们 你知道我是坐着什么家长吗 不是划着小奖来的吗 划着小奖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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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着小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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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就是过于紧张 因为我觉得还是一个 平常的心态应对的事情就好 因为毕竟只是在考验你 前18年学的东西 后面还有很多很多年 一定要看好时间 准时到考场 带好笔 带好自己的准考证号 带上自己的墨水 如果想上厕所 尽量憋着啊 早上吃点东西 脑子会转得比较快 然后前一天晚上早点睡 不要临时抱佛脚 不下用 你觉得考生带多少墨水可以 带 我觉得带那么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很聪明 一点墨水是多少 那么一滴滴嘎嘎 最几乎棒的时候 应该是高考的前一天 明天就高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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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今天在你 那我今天就会吃 一个一百万的 对对对对 最后为一同高考的考生 加个油吧 希望我们今年都能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然后马到成功吧 那最后郑重的为广大学子说一句祝福吧 祝大家考上自己心意的学校 然后操场发挥 加油加油 每个人都很棒 我觉得高考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名考试 大家要好好对待这种考试 非常认真的对待这次大考试 所以请务必爱学起床 恭喜大家去学校 祝正在高考的朋友们高考加油 然后拿到理想的成绩 然后希望他们三个能够高考顺利 然后期待他们能考进自己的学校 然后取得很好的成绩 再给高考先加个油 加个油吧 加个油 加个油 加油 多赞赛 希望你们去高考加油 然后发挥自己应该有的学校 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然后不要给自己的人生留遗憾 加油吧 祝大家高考顺利 然后大家都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还有就是我现在很安全 你们不来接我 我也不会受伤的 朋友们 我现在非常的安全 我走了 我走了 还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了 我现在真的非常的安全 安全 考生已经回来了 听说有三位考生 听说有四位是三位的家长 三位考生需要认领家长 然后并且要继续回复了 房子怎么样啊 你觉得怎么样 发挥什么 发挥怎么样 房子怎么样 苏醒了 烈杀时刻 怎么样了 我真没说 我本来我都不知道有什么事 我的板砖呢 这个他不是说的儿子 这个他说的就是孙子 我来给大家复述一下 这位说的是一位是儿子 一位是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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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孙子 一个是重孙 别拖了吧 医生有点贵 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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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着急这个 这个别走 这个别走 那个 我错了 我错了 哥哥 哥哥 你们永远是我的好哥哥 好哥哥 这是我的好哥哥 麻烦给你 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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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不要了 不要 拿去烧了 拿去烧了 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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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去烧了 然后这位装睡的这边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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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没有这边装睡的这位是 是 这个说是各位的爸爸 没错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你是我们的什么 什么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快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好什么 是谁的好儿子 是我们的好儿子 是我们的好儿子 对对对对对没错 我也这么觉得 真的是 然后这位这位 这位这位 我这位 这位他说的什么快说 这位呢 他最开始称呼的是三位儿子 但是 他是不知道是三位哥哥高考的 所以他确实没有认为三位 啊 居然不知道三位哥要考 喂 所以说 他是总知道 为什么不知道他会有两个考考 不知道这种 不知道这种功夫要说的是这个 你去打必去打 那就是这个了吗 那不是我 对 然后我只是个色牌 啊 啊 我的色牌啊 这个是 这个是什么 也也是三位 三位 三位啥 三位啥 三个三个 三个哥哥 哥哥 哥哥 好哥哥 等一下他们都说了啥啊 我真的是好哥 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 那全场我倍分最高啊 那全场我倍分最高啊 哦 没有 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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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你还接还有一个 我我就没说 是的 不是我可能被弄了 我的种了 咱开来吗 不是张濮元是我从事 是 他不是你 他走了 Hola 快走啦